這支面膜連盒子都很漂亮 韓國一隻很划算 用4元一塊 但非常保水的挑戰一個月的 終極保水面膜 平時面膜都會說 不要每天敷 但這個就說明 在肉體上 或金錢上 都不會覺得是肉痛的面膜 而且不要小看它是4元一塊 它拿出來的效果會覺得 精華素多到會滴下來 而且精華素的成分 真的不是亂來的 是非常多我們平時常用的保濕物品 例如B5 又不可以說很名貴 但很日常很日常 亦都很需要用的保養產品 成分 打開了裡面 你會覺得它很貼心 因為它真的會像BB濕紙巾 可以一開就可以拿到 不是以前日本出過的 又可以用一個月 但其實要貼上貼紙 基本上用到第五天 第六天 我覺得裡面已經乾了 但這個不會的 因為這個盒子本身已經有 補濕的功能 可以補濕的濕氣 再打開裡面 更貼心 還有一個 好像 彈卷罐 可以補脆的功能 可以補濕的功能 可以補濕 可以補濕 可以補濕的面膜 可以補濕 之後 起床 基本上你擦完 顏色完臉 還未化妝前 我會拿一塊來用 然後你就可以化妝後 就可以用來換衣服 之後化妝 就會非常上妝 貼面 也不會浮痛 我抽裡面一塊出來 給大家看看 基本上你就可以這樣 抽一塊出來 你又不會容易抽爛它 它又很OK的 它真的好像糠一樣 一抽出來就一塊 然後當然是用回 我們平時最簡單 粗暴的方法 就這樣放上臉 因為它始終是 給你用快速的 每一天使用的面膜 所以你不會像平時 有一塊的透明膜 那些 但你真的要塗抹膚品 我就整塊 將它這樣 就敷在臉上 它擦在臉上 它擦在臉上 它是有很濕的水分 而不是像以前 有些三十天的 那些 即是早上早上臉面膜 那些 那些是很乾的 它這些又不是 它真的很夠濕 然後敷完之後 然後呢 我覺得它是不會擦摸摸摸摸的 那麼我真的可以找衣服 或者做早餐 或者整理包包 然後做完所有的東西 我就可以把它帶我來 然後就可以上班了 OK 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它敷完之後 是這麼薄 這麼輕 但它有很多水分 給大家看看 敷完之後 我敷了一分鐘 水分程度已經很好 你可以鎖上眼睛拍一拍,就可以上妝 立即瘋狂打4元2個字,就會有這條特別便宜的連結